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 阿森纳1比1布伦特福德 比赛刚刚开始不久 阿森纳就制造威胁 萨卡在进区内得球后把球轻轻横敲 厄德高跟上直接射门 结果被身前的防守球员挡了出去 两分钟后 布伦特福德差一点取得进球 亨利门前包抄射门 偏得有些离谱 更像是一脚解围球 第七分钟 厄德高在前场右侧送出非常隐蔽的直塞球 马丁内力前插晃开门匠到了底线附近 无奈只能在角度极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 结果被门匠扑了出去 三分钟后 姆被乌墨单刀低射破门 但是 因为犯规在先进球被判无效 第十四分钟 萨卡和厄德高进行撞墙配合 随即突入禁区 在三人包夹下勉强完成射门 踢得太正 门匠把球没收 第二十四分钟 姆被乌墨在底线附近送出道三角回传球 伊万比托尼直接推射 结果打中力柱弹了出来 第三十六分钟 颜森在禁区湖顶尝试一脚原射 踢高了 四分钟后 伊万比托尼也来一脚原射 门将把球扑出 半场结束 双方都没能够取得进球 下半场一边再战 第四十七分钟 萨卡在禁区左侧小角度爆射 门将封死角度把球扑出底线 三分钟后 厄德高在禁区右侧胸部停球后起脚射门 门将把球没收 第六十二分钟 阿森纳进行换人调整 特罗萨德替补上场 马丁内利被换下场 四分钟后 替补上场的特罗萨德就进球了 他在门前包抄推射打进空门 送出助攻的是萨卡 阿尔特塔真是神换人 替补神兵特罗萨德太给力了 布伦特福德在第七十一分钟做出了换人调整 派上了维萨和达西尔瓦 换下姆贝乌默和亚奈尔特 三分钟后 布伦特福德搬平比分了 奈尔高在底线附近赶在门将之前伸脚把球踢到门前 亿万比托尼轻松投球顶近 搬平了比分 最终 阿森纳一比一战平布伦特福德 阿森纳在大好形势之下丢掉了两分 非常可惜 阿森纳各项赛事三场不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